嗨,大家好,好久不見了 歡迎回來我的頻道 近來比較忙,因為我要去Viu那邊拍電視節目 在這裡宣傳一下 接下來六月開始,每個星期我都會在這個節目裡煮食 大家記得支持我 今天我又想和大家做一個意粉 就是我超級超級喜歡吃 還有我最愛的意粉,就是Liguini Bangla 這個意粉超級好吃,又超級簡單 10分鐘就煮好了,看看有什麼材料 放些鹽在碗裡,接著我們就加水 攪拌一些鹽 選一個平的碗,希望它套塞的時候 蜆不會重疊 它就會套得快一點 我們可以把它套完一個小時 差點忘了說,如果大家都喜歡我這個影片 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以及追蹤我的IG 如果我自己煮一個人的份量 我就會加三粒蒜蓉 我就用一個西餐的切蒜頭方法 然後就在這裡切,打橫切 在西餐的角度,他們就不喜歡用刀刨破爛它 因為蒜頭這樣的話就會揮發酸性出來 就會影響菜的味道 不用切得太漂亮 很大約就可以了 蕃茄我們這樣 其實一點就已經足夠了 因為是讓它調一下味道 如果喜歡吃辣的朋友可以加辣椒 又或者灑辣椒乾上去 好,翻篩的話 我們就不要些蒜頭 可以留些蒜頭來煮其他食物 煮一下湯 或者是煮一下其他汁的時候 留回去就不要浪費 有很多人都問 其實煮菜用什麼的白酒好 用什麼的紅酒好 雖然說是煮菜 但其實你也是吃落土 這瓶是一瓶,價錢不太貴 然後你又可以喝的 那就是對的了 那現在我就看到蜆 都吐沙坐到七八八了 其實你可以買蜆 買沙白 買花甲 都沒什麼所謂的 大家應該看到有些沙石 很髒的東西 我們就可以拿它沖洗 OK,搞定 材料已經準備好了 我們可以開始煮 如果你想煮到它是 意大利人的口感的話 你就要跟著那個盤子的時間 他說煮八分鐘 你就減兩分鐘 因為我們之後再放回去 那些蜆汁那裡 要再去煮一煮 那就不要遇到時間這麼問了 要不然你的意粉就會很軟 我已經加了兩大匙的鹽 我們就要把握時間在另外這一邊煮蜆了 好,首先就加些蒜頭 蒜頭我們可以在油溫冷一點的時候下 令到它的蒜頭味慢慢慢慢滲出來 可以加少許鹽 不要太多 因為蜆也有海水的鹹味 加些番茜 現在的時間是六分鐘 我們就可以把意粉轉移過去 如果在這個時候 你覺得意粉的汁很稀 你可以在旁邊 拌一些意粉水 它就會收結 好,八分鐘了 那我們就可以停了 多謝大家收看 希望你喜歡我這個食譜 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